道理愈讲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大家好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我是膝头 今天和一个膝头拍档的是有路翘的 路翘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之前一集路翘说到中共现在成为了国家老鼠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现在看到的趋势真的非常接近 现在全球里面很多的发达国家 不仅是国家元首或者是官员方面开始妥占中共 根据现在的民意调查 其实很多国家的民众在妥占中共 对中共是非常反感的 尤其是因为这次疫情出现之后的反感 是有争无减的 近期又有十几个国家的民意调查里面 是超过了一半以上的人 甚至乎有些国家还超过八成 可以说是对中共的厌护的 这个趋势看来越来越明显了 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中共可能都是处处碰壁的 今天请露翘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 上个星期很多人已经说过这件事 就是皮邮研究中心10月6日发布了一个调查 它用的是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它是China 用China这个字 不过我们经常都觉得China和大中国共产党 对很多西人来说仍然分不清之间的区别 不过我们现在就是 或者我们就原用回用中共 反而会准确一点点 对中共负面的日本就是86% 瑞典就85% 欧洲就81% 丹麦就75% 韩国75% 英国74% 美国73% 加拿大73% 法国70% 其他一些就不再说了 对习近平没有信心的大概是平均78% 这个皮邮它主要就是说是因为疫情 令到这些国家的人是反感的 不过我自己看法就是疫情是很主要的一部分 但是就绝对不是唯一的理由 皮邮今次就是对14个国家地区 14000的成年人做了这个调查 所以那个sample都是挺大的 就疫情来说或者我们顺着皮邮的说法 这个疫情就是中共除了是发布假讯息隐瞒疫情 不让其他人去中国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和WHO在这儿扯猫尾 这些就大家都知道的了 这个也是皮邮主要说的 但是其实很多人对疫情 我以前也有说过他们的看法就是自己倒霉 知道是中国全国来的 但是自己倒霉就没办法了 也没有太过去追究中共的责任 但是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接着发生的事情就令很多人很反感 我最重要的不是因为疫情的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 是什么问题 第一就是他反咬美国一口 说美国是疫情的来源 那当时来说 我看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报纸 真的是英文的 我只是其他的文字 我都不懂得看 我看了之后 发觉每个都反弹得很厉害 每个都很不开心 不是说他们要帮美国 很多的英语国家平时跟美国争得很厉害 就是你咬我我咬你的 一点都不客气 但是唯独在这件事情上 大家觉得实在太离谱 中共实在太离谱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可以 起码代表了一些英语国家 觉得中共讲这句话是多么离谱 然后慢慢发觉 原来所有的防护服 包括口罩在内 全部被它立了 那当时我们都有 大家有些朋友都讨论 他说 哇 你有没有看到 周边都没有人戴口罩 为什么我们去到哪里都买不到口罩 连online去订都订不到 那后来发觉 原来是中共用尽一切民间和这个领馆 和它有一些私人机构 公家机构 在当地 比如在美国 在当地 它就去搜导了 然后寄回中国大陆 那我们后来就知道这种情况 那这件事情 知道之后 又令到很多人非常之憤怒 那接着呢 就将那些劣质的口罩 就 卖给那些国家 但是它宣传说是捐的 但是结果发觉很多是卖 而且是很劣质的 当时说 每个都是 就是怎么说 很紧张的时候 真的很希望那些防护服可以用 很多医院 很多的养老院 等着这些东西用 但结果是劣质的 根本是用不到 那它还宣传是 我们很帮你们手的了 中国的疫情是控制得全世界最好的了 它还笑人家 美国就经常被它笑 说你们没有用 你们根本就不懂 给一张考卷你照抄 你都不懂得抄 那样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故事 这个就是有关疫情的故事 令到一些人是好反感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 非常之卑鄙的做法 这个疫情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第二就是我自己 以我做新闻这么久 我经常都看一些新闻 我自己是觉得 一般人对新疆的看法 特别是西方的国家 对新疆的看法 由于新疆它是牵涉了集中营 而西方 特别是欧洲人 对集中营是很敏感的 因为主要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纳粹就是把那些犹太人 困在集中营里面 六百万的犹太人 后来死了 所以一说到集中营 他们的反应是说 你去迫害西藏啊 迫害法轮功啊 迫害其他的维权律师 他们的反应是激烈一些的 因为集中营实在 带给他们太多可怕的 亦都是一个历史上 一个很重的 很沉重的一个事件 所以新疆这件事情 亦都是令到大家很反感 再加上联合国已经有证据 那里困了百多二百万的人 有证据 Google的图片啊 那些高空那些 拍到出来 拍到全 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很反感 再加上就是香港 香港和其他的中国内地的镇压 都不是很一样 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它不是中共管轄的普通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而且不但自由 还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地方 它和全世界的交往很频密 而且已经成为了第三个金融中心 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全世界去过香港的人多得不得了 去到亚洲 你一定会去香港 所以对香港的打压 对西方的一般人来说 是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意义 就是这个地方不像是其他的 比如说西藏 它本来香港是自由的 但是现在是没有了自由 就是那个对比实在太过强烈 还有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 那么璀璨的一个金融中心 但是以后来说的前景就会很暗淡 再加上就是说 香港人那个抗争 那个规模也是相当震撼性的 就是当200万人走上街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拿到的视频 图片都是震撼到不得了 再加上就是 那么多人出来反抗 但是那个警察那个暴行 也都是很厉害 可以说是超乎一般人的印象 很多人就觉得香港 应该不会有那么多黑警 不会这样对香港人 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对 那个震撼性 因为这次香港主导的 也是年轻人 反抗的主导是年轻人 所以大家就觉得是很震撼 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这里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非常之出名的汉学家 他叫做林培瑞 他英文叫做Perry Ling 他讲国人非常之流利 在北京很久了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在这个六四的时候 是美国的中西部 他家里是中西部 美国的中西部 他里面有很多阿婆 他妈妈那些 阿婆阿公 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只是听过这个名字 北京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在电视机里看到 有这么多坦克车 去担押那些年轻人 晚上火光红红 周围都是坦克车 周围都唱声 那这些阿婆阿公呢 立刻就哭了 他们都说 那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那里哪里 但是用这样的方式 对待自己年轻人 一定不对的 绝对不可能对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人的 就是那个良知 或者是那个 測忍之心出了来 他一看他不需要知道很多 他就知道不对 那在香港的情况 我觉得这次也都有 类似林培帅 当年怎样去描绘 在美国的人 怎样 特别是一些 中西部 比较顺朴的人 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那很多人 对香港其实都是 很远的地方 或者他们去过 但是有些印象 但是问题就是 那些拍出来的视频 给人的震撼力是很大 一个就是游行的视频 另外一些就是警暴 比如831 在太子弹 如何打人 在车厢里面 如何打人 看过了之后 都不会忘记 所以我觉得香港 也都令到一般的人 我现在说的是一般的人 是很反感的 就是觉得 中共实在是 是一个恶魔来的 第四个当然就是 北京的战狼外交 这个就不止他们要出来 说春莹 或者是耿爽 或者是赵立堅 那么简单 再加上胡锡进 和一大堆的 住在不同国家的大使 比如说住在加拿大的大使 当年的奴沙耶 说些话 嚇到那些加拿大人不得了 加拿大人全是白人主义 加拿大是绝对创的 很多事情 他那种黑白颠倒 棍咬是非 不知羞恥 不知分寸 好像布袱式那样的乱闹 这些就是一般的 駐其他地方的外交官 在过去两年 都是用这种方式 再加上那几位 華春莹那几位 所以这个就是直接 他做的事情 已经是超越了 一般平民百姓 就是普通人 能够接受的赤道 没办法的 真的没办法接受 再加上一样 又是西方很记下的 大家都知道 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造就了很多民主的国家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败国 德国和日本 都转型为民主国家 有很多的殖民地 拿回自己的领土 变回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这些绝大部分 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所以民主在这个世界 但是来说是一个主流 虽然很多民主的国家 特别小一些的国家 他们未必是完全民主 或者他们不是真的民主 或者他们是三分之二的民主 有些民主 有些不民主 但是总的来说 他们都是选举的 很小的地方 都是用选举的方式 早那几天 刚才听说 越南现在都是要全民选举的 还要是一人一票 我觉得《时代》雜誌都很厉害 2014年的11月17日 他的封面就是习近平 当时习近平已经穿着龙袍 拍了一张照 《时代》已经有先见 好像知道这个人将来来说 他一定会是独裁去到尽的 上个星期 法国的媒体叫《新观察家》 他亦都选中共见证70周年 这个星期 推出了一个深度的特辑 封面就是习近平龙袍加身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他挽助王位的一个这样的习近平 他整个的 他们里面有22篇深度的分析文章 他总的意思就是讽刺今天的中国 已经重回帝制 我觉得他们的新观察家 也挺有先见的 因为跟着就是 在10月26到29日 在北京会召开 第十九届的五次 中央委员会的五次全体大会 即五中全会 会议中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要審议一个叫做 所谓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这个条例 其实就是规范所有的中央委员 规范的最终的精神在哪里呢 就是不可以反对习核心 就是要巩固习核心在党中央的权威 其实就是这样 另外还传出了 习近平有意在会上重新恢复党主席 其实你看一下习近平 他在2016年 他在中央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里面 就已经取得了核心的地位 2018年 十三届全国人大的第一次会议里面 也都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所以他头头就是核心 后来就是没有限期的国家主席 如果这次再成为党主席的话 那真是千秋万世的了 从他的角度来说很保险的了 但是其实西方对这些东西是很敏感的 有时想一下为什么 到最终 美国是有决心去灭共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知道 没得救 这个中共让他走下去 他只会是越来越独裁 越来越走向法西斯 走向希特拉那条路的 所以在这件这么敏感的事情上 当然一般人可能都不会很注意到 但是习近平的做法 在整个政制如何去打击异己 如何去取军权 如何在一个本来是七个常委 大家分摊一些的 有一个集体领导 变为一个为我独尊的 一个这样的体制上的改变 他逃不过所有其他国家的 政界或者媒体的眼光 这些都是令到人十分反感的 而且不是反感那么简单 而是觉得他这样做法 对世界最终是危害很大的 所以我就觉得皮休的研究 他当然能够反映14个国家 都是比较先进国家的民意 但是他背后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慢慢慢慢将一般人的看法改变 将媒体的看法改变 也都将政界的一些看法改变 中共这次他是完全毫无顾忌地 将自己的真实面貌尽情曝光 自从我觉得习近平有所谓的 我觉得他是妄想症之后 他那个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野心是爆棚的 不同以前没有那些顾忌感 将自己完全曝光出来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他越曝光 那些人知道越多 就越不喜欢中共 而且他们这些不喜欢 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因为真相会越来越多的暴露 比如说疫情来说 闫丽木我上次都看《三个女人》 《一个虚》的歌集里面说了 他越来越将一些实情是爆出来 他已经出了第二篇文章 这个疫情很可能真的是在实验室里面做过手脚的 那这些东西越知道多 大家就越反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皮优这个研究 很能说出一个事实 就是中共现在来说 真是已经去到很窮途末路的了 他真的没有什么路可以走的 因为这些都是民主国家 现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就是美国、日本再加上欧盟 是占全球的GDP的百分之六七十 那这些国家都是很多是欧盟 这些最强的国家 如果那些人都是这样 就是觉得中共是这么没得救的话 那我觉得将来这些民意 是会在他们的选举里面充分体现 选出来的人的政治人物 都是没有办法只好是跟民意更加的 那些人都会进一步的围堵 或者是反抗 或者是孤立 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但是对中共来说 全部都是坏消息 全球声讨中共 从美国开始 那现在看到的形势 似乎就是一直在转过来 是急转直下 对中共来说是非常之不利的 所以实际上可以提醒我们的朋友 如果你是共产党员 又或者是共产党附属的机构成员 譬如共青团圆 小仙队 什么全国工会 上次提到过的什么花瓶党 各个地区 甚至乎是国家的政协委员 你最好就退出来 又或者是快点去退党网站上退党 以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们会继续跟进这件事情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拜拜